北京时间8月23日凌晨 WTA250美国克利夫兰网球公开赛 展开了女子单打第二轮的争夺 当日出场的两位中国金花朱灵王兴瑜 分别战胜各自对手 携手晋级女单八强 面对上一轮淘汰了中国小将王熙宇的奥地利选手 尤利亚格拉布赫尔世界排名第54位 朱灵世界排名第48位展现了更强的稳定性 以2比06比46比1的比分直落两盘 将对手淘汰出局晋级女单八强 晋级八强后 朱灵将斩获60个WTA积分和6417美元奖金 其WTA总积分达到了1118分 即是排名46位 下一轮朱灵将遭持外卡出战的赛会头号种子 法国名将加西亚世界排名第7位 从资格赛突围的王熙宇世界排名第56位 继续着近期良好的状态 在与意大利小钢炮甲斯敏保利尼世界排名第35位的交锋中 以2比06比46比3的标准比分 战胜对手 鞋单打9连胜 晋级女单八强 晋级八强后 王熙宇在本战赛事将斩获78个WTA积分 含资格赛的18分 即时排名上升至第53位 下一轮 王熙宇的对手将从赛会4号种子 俄罗斯选手亚历山大罗娃和白俄罗斯选手萨斯诺维奇之间产生 井浩头条创作挑战赛井浩 井浩挑战30天在头条写日记井浩 井浩朱灵井浩 井浩王熙宇井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录